從第三格再看一遍 這個端案我已經下載下來放在我這邊了 那我們就執行 Node server 就可以開始了 但是你要怎麼用這個程式它的網址是比較有點複雜的 因為 我這裡有一些範例 所以以第三格而言 其實第三格不用server 所以第三格直接開就好 我如果開server也是沒有問題 那這是第三格 這一個其實沒有用到server 所以它是存client端的留言板 再加一個 那既然是存client端的就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它沒有東西存在伺服器 它沒有東西存在伺服器會有什麼狀況 就是 你只要把這個網頁重新整理 資料就全不見 第二個如果你把這個 網頁關起來再重開 資料也不見 這是存client端的 這是存client端的 那我們只是在示範 存client端是有可能的 只是 資料 儲存是個問題 那你 最好還是把它存到server去 否則的話你存的東西別人也看不到 那如果你今天 真的硬要存在client端有一個東西叫local storage 那你可以使用它 那你可以使用它 你存完之後呢 也只有你自己 這一台看得到 storhe local storage 這個東西 你可以使用 基本上使用方法很簡單 local storage.setItem 然後某個key 然後某個value 這個value如果 如果 你想存一個物件的話 那你就用 json.stream法 把整個物件轉成一個字串 再丟進去也可以 這個local storage的容量 有5枚 網頁裡面你可以使用到的容量 最大 規格上面的限制是5枚 但是每個瀏覽器 不見得一定 100%遵照這個 規定 那他規定 應該要有5枚就對 好 那所以 這一個 我們剛剛看到了 存前端留言板 有 可以運作 但是有一些缺陷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下一個 純 server端留言板 純 server端留言板 那這個各位之前已經 我們其實已經示範過了在Rode2Core那個範例裡面就已經有 那我們再來 再來 試一次 不過這個要啟動 啟動 一個 專屬的 server 不再是用原本 共用的 server 所以我們 要稍微切一下資料夾 然後把這個 server先停掉 好這個你看他只有一個 server.js 所以他其實是 一個 純 server端的 其實也不能說純 server端 最後他還是會有東西傳到本來端 那可是 基本上他的程式碼 都在這個段 那這個東西你看到說OK我今天打 進去 然後送出 OK他就有一個 再打一筆 送出 還有一個 好 現在另外如果我再開一個新的 他還是在 他還是在 那我一刻在這裡再新增一筆 他就有三筆 我如果在 前一個 這一頁上面重新整理 他也會有三筆 所以代表他的 server端的資料是共同的 可是呢 他的 他的 server 我們目前只存在記憶體裡面 所以 一旦你把server給關了 就會重來 我把server關一次給各位看 我如果把server server現在都有 收到 前端傳來的訊息 我如果把server給Ctrl C 強制關掉 我再重新啟動之後會怎樣呢 空了 OK 這就是 為什麼要使用資料庫 你不使用資料庫 或也不存在檔案裡面 那他就是不見 server一旦關閉 放在記憶體的東西 就是不見 所以你必須要存到資料庫或檔案裡面 如果你自己在寫 類似網誌的東西的時候 你也要做這件事情 存到資料庫或檔案裡面 否則他就是會不見 那這是存server端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的是 Server 和client端 合作 但是是使用 Agex的方式 來 傳遞 那這個是第五個分例 那這個是第五個分例 這個叫block in Agex 那我啟動了server 那我的執行方式 在這邊 我們有寫 第五個 你的路徑 必須要在這裡 那我啟動了server 這時候呢 一樣喔 執行起來幾乎都是很像的 那你現在有三筆 那這個東西你如果另外開一個 因為他其實有送到server端 所以他資料還是會在 但是其實他一直都沒有換頁 我再欣賞一筆你會發現他其實是沒有換頁 他只在換這個hash而已 換這個書籤而已 但是其實他 他 只有換書籤 但是他沒有真正換頁 所以他其實只是利用前端 我用Agex的方法送到後端 把資料存起來 但是我沒有換頁 那這種東西 好處就是 他的 不用換頁 速度比較快 那如果你頁裡面有載一大堆東西 他不會不見 好 那這個是有關於 Agex方式的 Blog 那所以我們現在有三個程式 那我們現在稍微 從頭看一下這三個程式 那我 先從最後一個開始 因為最後一個才是真正最典型 那前面的都是示範 那我們看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我們這裡 有一個 man.htm 他引入了什麼呢 引入了man.cs 就是這一個 那他引入了f6 點點斜線f6 所以他是引入上一層的這個f6 這個f6 給網頁版用 那 其實 在根目錄底下還有一個f6 這個是給node node.js使用 這是給網頁版用 我有使用 browsify把這個東西轉到 網頁版 所以這兩個有一點點不一樣 好 引入這兩個 主程式就在man.js 那我們看man.js做了什麼 man.js 就是 設定路由 設定 laut laut 那只要是根目錄的話呢 就執行list 只要是post new的話呢 就執行add 只要是post 然後有一個id 那就執行show 那如果是post create 如果只有post他執行create 這是他的路由 那接下來呢 他會等待 網頁載入完 這個unload是等待網頁載入完 載入完之後他會執行 這一個 函數 OK 所以 其實他一載入完畢之後他會執行這個函數 他會取得 title和content這兩個 節點 兩個 網頁裡面的節點 然後呢 剩下的東西就是回應 那你可以看到如果是 post new的話他會做add 就在這裡add OK 那如果是show的話 就是post一個id的話 他會執行的是 這個show 那就會顯示 顯示 那個點下去的那個結果 那如果是 post 只是錯post他就會執行create 然後根目錄他就執行list 那我們看一下 create的時候 他會去抓 抓那個標題 和內容 和內容的值 因為他是一個 這兩個 元件目前都是一個 test area 所以是用value來取 如果是 div的話你要用 innerhtml來取 如果是 test area 你要用value input都是用value 那div 那div 和其他的 可以 呈現複雜html的那種東西 都是用in-runhtml 所以他 取得這個是代表說 他已經把這個post 這個貼文 建立好 這個貼文裡面有三個欄位 一個叫title 一個叫body 一個叫createate createate是一個時間 日期時間 date其實包含時間 那他就 就 呼叫f6.object 請注意這裡是用await 這就是我們 我們設計這個框架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能夠搭配eS6 很輕易的搭配eS6 他使用await 所以 這個執行完之後才會到下一行 如果你沒有使用await 他會變成 採用回呼的方式 所以他就不會停在這裡 他一呼叫下去 就繼續下一行 但是如果你使用await 他會 執行完這一行 之後 停住 等到 那個回呼的時候 他才繼續往下 回呼完成 他才繼續往下 所以這是兩個不一樣的地方 那 這個就送給post 有沒有注意到 他送給post 所以他會把這一些資料 送給post 然後 然後 就是這個資料 post 他送進去 送進去之後 對應的 對應的 我們在路由上面 post 我不是就做了 在路由上面 如果是 post 我們就呼叫create OK 呼叫create 然後 這個要看 server端的路由 我這要看 cly端的路由 在路由上面 Server端的路由 Server端的路由 等一下 不是這個 是 這個 Server端的路由 有沒有 他說 GetPost id的話 就呼叫 GetPost 呼叫GetPost 的時候 他先取得id 然後把它加進去 然後呢 就 就 存在一樣存在一個記憶體陣列裡面 然後最後他的回應 回應就是 你給我的post內容 其實在這裡 回不回應這個都無所謂 可是 你 塞給一個 比如說success 成功的字串給他 也可以 那只是我現在就把整個post再回應一遍 所以他取得 GetPost GetPost是一定要回應 GetPost應該是要回應 那 如果不需要回應的時候你可以塞一個字串給他 但是在這裡應該是要回應 好 那這個是GetPost 就是要傳回我這一個 Post 那列表 ListPost呢 他就是 把整個Post 的陣列 通通都 傳回去 那CreatePost呢 就是我 創建一個新的Post 那做法跟之前的做法很像 只是 只是 他是接受對方傳來的請求 那在這裡各位一定有些人搞不清楚 所以我們來 做一個 瀏覽器上面的示範動作 請注意 Get跟目錄的時候是 ListPost 注意 然後 GetPost ID的時候是 GetPost 好 注意到這兩點 我們示範一個東西 你看到我們現在 狀況到這裡 跟目錄 就ListPost 這裡有幾筆記錄 1筆 2筆 3筆 4筆 所以 他的整個陣列就這樣列在這裡 這是陣列符號 這是陣列符號 所以 Server端到底在做什麼 這種 Edges的Server端通常只回應你資料而已 不然就是 只抓你的資料來存 其他他不會做事的 他不會說我 我回應 一整個 跑完的網頁給你 他不需要做這件事情 他基本上只要回應的 都是 你需要的資料 就好 或你要存的資料 就可以 同樣的你如果今天 這樣子寫 Post 然後 D 他就只回應你 第1筆 只回應你第1筆 那注意這是Gate的 如果你 你直接在瀏覽器的網址上面 打這種網址的話 全部都是Gate Gate類型的 只是 你會產生Post 訊息傳送到後端 都是你用表單 去送 的時候 才會產生Post訊息 所以在這裡 要 注意的是這件事 剛剛我們 打根目錄 他全部列出來 我們打Post1 他就給我們第1筆 是因為 這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就是把整個正列傳回來 第二個層次就是 辭取的那一筆 然後傳回來 那第3個函數 它是 Create Post 這個是要接受 前端傳來要存檔的請求 存檔的請求 所以他在Create Post上面 先去抓 先去抓 Body 抓到Post裡面 然後這個Body已經是一個物件 因為 為什麼它會是 已經是一個物件 因為我們有使用 我們 Body 這裡有沒有使用 看一下 我們有使用BodyPost 所以它就會是一個物件 如果沒有使用BodyPost的話 它會是個字串 所以要注意這件事情 那我後來發現 Core R2.0版的BodyPost 不夠成熟 所以如果你還要有上傳的東西的話 不能使用BodyPost 只有你沒有 上傳檔案 沒有上傳影像之類的東西的時候 你才能使用BodyPost BodyPost的話 你就應該使用更原始的做法 那等一下我們會告訴各位 什麼叫更原始的做法 好 那這裡 就是 大致上把架構講清楚了 那另外一個是 我們有使用Core Aesthetic 去傳回靜態的 網頁內容 這樣子我們前面的這些 這些 MAN.html MAN.js 這些才會 能夠在 在瀏覽器上面被抓得到 所以這個Core Aesthetic 還是有用到 只是它有自己的Route 所以有一個Route 就是這些 這些 它有自己的Route 自己的Route 所以這一個程式 我建議各位 你要寫你的期末作業之前 你一定要先弄懂 這幾個程式 否則你 無從下手 特別是你要做的程式如果是網站 你是要有 網誌 或留言板 有查詢 之類的東西 你一定要為這個 否則你沒辦法下手 好 好 所以到這邊為止 我們應該 差不多把網誌這個例子 講 三種做法 最後一種才是典型 前面兩種 它是屬於 這一種 我們剛剛講完的第五種 第四種是純SERVER版的 這我們之前其實看過 純SERVER版 這是比較 屬於Web 1.0的做法 那第五個範例 這是Web 2.0的做法 所以不太一樣 Web 2.0就是不換頁 Web 1.0通常是換頁 那換頁的我們之前講過 就不再重講 就是它有 大量 我不用樣板引擎 我改用這個 樣板制服串 所以 第四個範例要注意的是這個 那第三個範例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存前端的 所以它內容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 它沒有SERVER 沒有SERVER 它一樣有路由 但是它的路由 它的資料 它的資料是直接存在前端 所以它沒有AGS去送 它不需要送給伺服器 所以這裡都沒有在做送伺服器的動作 它想要把 把一個POST加進去就直接用PUSH就好 那它想要列出所有的 它就直接 用這個模板制服串去列出所有的就可以 所以這一個是存前端 那現在就 請各位 先 把 這幾個看清楚 那我建議各位呢 不一定要照這個順序 你可以先看第五個 然後 看第四個 看第三個 你也可以先看第三個 再看第四個 再看第五個 那你覺得哪一個你比較能夠懂 你先看那一個 好 好 那我們就先講到這邊 你可以 先開始把這一個程式看懂 對你做期末 會有很大幫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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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